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來開箱一個非常珍貴 而且稀有的禮物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才拿到它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Youtube的十萬訂閱獎牌 蛤 你說什麼 喔 你說其他Youtuber都已經開箱過了 我這麼晚才拿到有什麼好炫耀的是不是 OK 大家都不要看了 大家都不要看了 我們丟 丟垃圾袋好不好 我們丟垃圾袋好不好 直接進入回收 大家都不要看了 好 來 現在要開箱一下好不好 大家就勉為其難看一下好不好 哇 看一下這個無聊的開箱過程 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成功過 喔 裡面還有一個信 You've just done something that very few YouTube creators accomplished 他說你必須要很努力 才可以達到這個里程碑 還好啦 OK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重點部位 哇 包裝得很精緻 大家準備好了嗎 1 2 3 YA 我必須說我從小到大 除了斷考前三名的獎狀之外 我幾乎沒有拿過其他的獎牌 黃大千 恭喜你 大千的重點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天而已 很多人會問我說為什麼想要當YouTuber 幾乎我結果每一場採訪都一定會問這一題 他們都會問說就是 欸 呃 我們想請問大千就是 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你投入這個 社會失望這麼低的產業 我下定決心做YouTuber那一年 根本沒有人知道YouTuber在幹嘛 一直到去年我跟我媽說 我畢業以後要做YouTuber 她都會這樣跟我說 你畢業以後還要繼續當YouTuber喔 你就這樣拍影片喔 就這樣子拍影片 然後在那邊 網路上開一些政治不正確的玩笑 然後在那邊試吃開箱 你以後 你畢業以後就要這樣子喔 你難道不想要穿西裝單 你還要去大公司上班嗎 去大公司上班 然後做一些跟自己大學所學毫無相關的事情 然後連續工作12天 漫天隔8小時 然後每個月再頂22K的薪水 你為什麼不想這樣子 別人家小孩都可以這樣子 你為什麼不可以跟他們一樣 謝謝了嗎 感謝你今天訂我做YouTuber的想法 在新的2018年 我想跟大家說就是 對就是一個元旦 應該在元旦PO的影片 我晚了兩個禮拜 在新的2018年 我想謝謝大家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一個 只會讀書的白痴 而且也沒有讀多好 然後做什麼事情都會搞砸 畢業後一定找不到工作 但是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也是有一個適合我的領域 適合我生存 我還記得我以前就是會上傳完影片 然後就是 隔天睡覺就一直夢到自己說 就是我剛上傳的那部影片 就是整個爆紅 然後十幾萬觀看一次 然後顯然後發現 頻道依然只有15人訂閱 但是我覺得 興趣就是一件 沒有辦法被阻止的事情 你就算做這件事 也沒有得到收入 但是你還會一直想要繼續做下去 這個就是興趣的意義 所以我想興趣也是 支撐我繼續撐到自己的原因之一 那在新的一年 我想用這支影片 感謝所有正在觀看這部影片的你 或者是感謝所有曾經按讚 或是幫我分享影片的觀眾 感謝你們在創作路上 一路陪著我 你們是我創作的動力 還要感謝所有曾經出現在 這個頻道上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這種不怕丟臉 願意陪我一起玩 感謝所有在我跟我朋友逛街的時候 跑來跟我要合照的粉絲 你們讓朋友誤以為我很紅 感謝上帝把我造成無神論者 感謝我爸媽給的生活 會讓我買的第一台單眼 讓我可以學習攝影跟拍影片 那最後就是來揭曉我們今天影片的抽獎活動 我們今天抽獎的獎品是 吃我香蕉的簽名照 哈哈 我今天應該要拍新的照片了 這個圖片就是從我創頻道一直用到現在 而且我第一張簽得超美 你們看 OK它沒有自動 我今天要換一個可以自動對照的鏡頭 OK所以就是螢幕前面 少數幾個想要得到這種簽名照的觀眾呢 你們要如何得到這個簽名照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在臉書上分享一部 去年我拍過一部你最喜歡的影片 把它分享到你的動態時報上面 不要分享這部影片 我要分享你去年 去年你看過最喜歡的我拍的影片 分享到你的臉書上面 然後在你分享的那部影片上面寫上 你為什麼會追蹤大千的理由 如果你懶得想的話 你就可以寫說 大千很棒 趕快去追蹤他 這樣也可以啦 所以抽獎有兩步驟 第一個步驟 分享去年你最喜歡的大千 哪一部影片到你的臉書上面 然後第二個步驟 在影片下面留言說 你會追蹤大千的理由是什麼 完成這兩步驟 只有機會獲得 可以跟少數人 極少數人信仰的大千簽名照 好的那最後就是 如果在臉書上面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訂閱我的頻道啦 我記得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然後回復村民的留言 吧我現在正在 我在努力了 我在努力找留言了好嗎 不要再催了好不好 大概下個月之內會上映之類的 那OK 大家再見 掰掰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恭喜發財 平安喜樂 這邊應該全個月的春聯 然後拉炮什麼之類的 但是外面很冷 我來得出去買 那我給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祝大家新年快樂